1月21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举行成立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彭后彭表示 该市正全力以赴救治患者和加强密切接触者管理 采取多项措施防止疫情扩散并抓好预防 我是把患者的救治工作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和重重之中 我们根据国家省市联合制定的诊疗方案 集中患者,集中资源,集中专家,集中收治 彭后彭称,医市增设救治患者床位 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市肺科医院,市汉口医院等三家定点医院 设置床位800张用于收治病人 其他直属医疗机构将于近期腾出1200张床位用于患者救治 全市设有61家发热门诊 二市对重症患者采取一人一医疗团队 一人一诊疗方案,严格按照诊疗方案开展诊疗 三市实行五大医院包保定点医院 一大医院包保一重症病区的包保措施 四市从全市抽调一批骨干医务人员支援定点收治医院 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同时全力以赴加强密切接触者管理 此外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东春季爱国卫生运动 彭后彭还介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救治 由政府买单 在前面一段时间,政策是凡是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 除了医保报销部分之外 后面的费用全部由政府兜底 现在,随着这个形势的严峻 为了打好这场攻坚战,我们政府又进了一次很好的调整 凡是在武汉市的各个乏热门诊当中 留观的这些患者 在他,在门诊的治疗费用 由政府买单 这样,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病人 基本上实现零负担 武汉市1月20日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会议 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统一领导,指挥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启动战事值班被情治 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 采取甲类管理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